善知识你要他身上的忍辱 他身上的亲切 他身上的智慧 他身上的悲心 就是他的法 我们不是亲近他的人 依法不依人 他的法要落实在你的身心里面 这个就是对善知识最大的尊敬 所以礼拜供养 情无谢见 所以我们这样礼拜供养善知识 然后呢 不会退转 不会懈怠 第三 勤求如来一去正法 骗舍一切另外所有 释迦牟尼佛为了追求一句真理 他连生命都可以不死 他以前做一个国王的时候 跟一个魔亲近 那个魔曾经看过过去佛 他会背两句过去的佛法 我们国王听到了 你要什么我都给你 你把你听到的法跟我讲 那个魔说可以 你太太先给我 往来以后你儿子给我吃掉 最后呢 你也要给我吃掉 那我就给你法 结果国王说可以啊 我太太儿子都给你了 那你把法给我 我希望用我的骨头啊 跟我的血把它磕在树上 我才从树上跳下来 布置我生命给你 但我只要能够听到一句法 甚至有一次有一个魔说 那你带你身体 你帮我点一千盏灯 不是外面的灯 是你要身体挖 用你的油你的筋来点灯 你能够点满身体一千盏灯 我把这个法给你 传给你 所以这就是佛陀过去求法 所以各位 我们现在大家很方便 边念边打瞌睡也还不错 我就给他丢了 那这是什么法 所以对你就很可惜吧 所以就不行了 因为方便造成随便 我就没办法 但是我无所谓 我自己认真就好 因为这是我的责任 我尽力 我很喜欢读佛经 读了我就会用生命去做 虽然做不愿很圆满 但是这个方向不会变 所以各位要这样看佛经 哎呀太法喜了 太法喜了 所以 勤求如来一句正法 便舍一切内外所有 于生命财心无令习 都是为了追求法 乃至勤求一切法句 亦复如是 所以各位 法句经要看 南传法句经 北传法句经 也有藏传法句经 这个法句就是佛陀 在原始佛教佛陀所讲的一句话 透过这句话各自来诠释 站在南传 汉传 藏传 怎么去诠释这句话 但是这个真理是不分派别的 四 如是念念 敬畏来寄 诸所修行 皆为成就一切众生 各位记住 追求智慧 追求般若 不是为自己解脱 也不是为了自己说 我有空性 我比你还高 的这种傲慢 皆为成就一切众生 要把你所得到的空性 能够让对方赶快得到这个智慧 深信因果 却了解如幻如画的空性 以及帮助众生的各种方法 所以 愿一切众生 就近圆满 智慧也故 你的儿子 从小花多少钱 去培养他读书 教他英文 教他钢琴 送他出国留学 就是这个意思 那各位你也要 为了众生 要努力的去培养他们 从幼稚圆 小学 从初级到高级 然后敬畏来记 去 那为了要圆满这个 你自己一定要深入 你变成一个智慧的宝库 今天你的儿子 打个电话来 什么事情你都可以 跟他解释的很好 而不让他跟你对立 何止是说 提供他参考 好 七八九十 我们赶快念完 好不好 后面就讲快一点了 后面这四条 老实说 是为了成就前面这六条 怎么去做的 怎么样方便的去布施 怎么样去发布施的愿 怎么样去布施 这个力量去对峙 布施所要对峙的迁谈 乃至呢 所做的一切 如何去能够圆满 帮助众生 这后面的四波罗蜜 标准是说 六波罗蜜 达到一个阶段了 有空性的证件了 然后再来做 后面的四波罗蜜 更圆满 但是没有圆满 这后面四波罗蜜 要是真实去证的波罗蜜 前面的六种波罗蜜 也不容易 所以我们还是一起 通通学吧 第七 往昔所修一切菩萨 三世相应 方便波罗蜜 能与一切诸趣类孩 普现一切众生 色相相似身云 以种种威仪 善巧色受 普令众生 获大饶意 简单的说 就像一个演员一样吧 那 为了要把波罗蜜的修行 来自让众生离苦 他就必须像演戏一样 能与一切诸趣 趣趣就是地狱趣 恶鬼趣 天趣 各种的众生类就对了 他都融入他们 都视线给他们 海就代表所有的意思 普现一切众生色相 相似身云 为什么叫生 明明有个身体 假的 你是猪我就变猪 你是人我就变人 你是什么形象 我就变成什么形象 要有这个方法 要方便 所以释迦牟利佛 乃是观世音菩萨 会 你是国王 我变国王 你是龙王 我变龙王 所以要这个普门视线 那这个视线以后 以种种威仪善巧射受 就像 你看 穆建年尊者 势利佛尊者 被马圣比丘的威仪所勾招了 哦 你这个威仪这么好 脱波这么庄严 请问你师父是谁啊 你师父讲什么 就是如此 被这个威仪 所以各位我们 我的意思是说 各位穿衣服走路 处理事情 都是在度众生 你要这样做 你要这样做 就像我师父常告诉我的 你不要教人家怎么样 你坐在台上吃饭 你就吃得很庄严 很有威仪 别人就会偷偷跟你学 你在路上走路 你在坐公车 你在餐厅吃饭 你有没有坐得这样 那怎么吃得下饭 那是要很有威仪的吃饭 吃完桌子擦一擦 碗叠一叠 保持微笑 旁边在偷偷看 这个修得不错 严久就像 你要知道别人都在注意你 人也在注意你 鬼神护法更在注意你 了解吗 你要做到 连护法都赞叹你 所以各位 你每一个动作都要小心 都要小心 特别我师父说 出家人 不要在路上拿个手机在那边玩 因为你在那边看人家说 你看你也玩 我也玩 大家一起来玩 因为你是出家人 你是修行人 像各位今天喜欢带着练珠 开车你就要慢一点 后面还贴个阿弥陀佛 慢慢来 阿弥陀佛 那就是没威仪 在家人可以开红色的 出家人最好开灰色的 因为出家人事实上是不能开车的 站在南传佛教 出家人不能自己开车 因为开车可能会撞人 可能会被撞 开快也错 开慢也错 那你就干脆给人家载就好 给人家载还要挑 什么车你要注意 免得被批评 所以那这些研究是在 威仪因为就会影响别人 要种种威仪 善巧 射受对方 谱令众生 豁大利益 所以我想 各位就像一个舞蹈家 歌星演员 演说家 教育家 公众人物 所以 那你所做的一切 都是在表现波罗蜜 表现慈悲 智慧 各位这样 我觉得女孩子适合做这个角色 因为女孩子 她从头在脚的化妆很好 因为全世界都在看我 对不对 她就可以 她就可以很注意 这样 我从小就发觉 女孩子有这个特色 这样 所以那你要用这个可以 可以去 但是转个念头就好了 转个念头 我希望我这些行为举止 也让别人 对我产生尊敬 而愿意学习 了解佛教的威仪 所以我想各位 我们去做这些东西 目的是要引导对方走路 性因果 解脱 越来越善良 慈悲 以这个为目的 千万不要跟她浪费时间 而且不能就引导对方好 反而 伤害到对方 所以你要用什么方法 所以我就用微笑 如果去到国外 我会不会讲英文 No 然后就给她送给她东西 然后她觉得你不错 OKOK 抱一下 OK 走了 结个善良 然后功德给她 功德给她 对不对 这样因为 因为目的是结缘就好 因为她现在还不是修行的司机 好 再来 八九十一起念完 好不好 第八 愿波罗密 来 往昔所求一切菩萨 所发三世愿波罗密 所谓 一 共是一切诸佛愿 成熟一切众生愿 严禁一切佛刹愿 如是所发一切誓愿 圆满修行 所成功德 具足一切如来向好 二 修诸对治一切善法 灭除一切生死过患 尽未来节 利益众生 世愿无尽 九 往昔所求一切一切菩萨 三世相应 利波罗密 所谓出身大愿力 普共诸佛力 普进佛刹力 普修妙行力 普化众生力 十 往昔所修一切菩萨 三世所行至波罗密 恒以一切维系境界 圆满智力 其物法界 一切众生 无名 睡眠 闲令 开绝 就尽出身 一切 至道 所以菩萨 除了有方便善巧 更要发愿 愿才是菩萨的生命 所以第一个 共识一切诸佛愿 希望我们能够 能够去供养这个世间 所有已经成佛了 我们都要去供养 也去清净 叫供养 侍奉 侍奉就接近了 那你去西方极乐世界 就可以买这个愿 共识一切诸佛愿 再来成熟一切众生愿 那成熟就是让对方离苦 就像现在在贪嗔痴 如何让他不贪嗔痴 不如让他有空性 成熟了 成熟有情 那各位不是成熟马来西亚人 或华人 或是动物而已 而是所有众生 你都要让他脱离贪嗔痴 找到自信 你要发这个愿 一定要发这个愿 所以各位要 要很亲切的 很愿意的 去接触众生 而接触众生 不迷众生 只是借由这个机会 来修功德 也能够去引导对方 所以要普度所有众生 再来严禁一切佛刹愿 那我们希望 所有的地方都变成净土 而且所有的净土 都有你的功德庄严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要这样庄严清净 所有诸佛刹土 要发这个愿 所以如是所发一切 四愿 我们当然发愿太多了 各位如果你要发菩提心 释迦摩尼佛的五百大愿 你要跟着一样发 观音菩萨的愿 文殊菩萨的愿 阿弥陀佛的愿 你都要发 你不能说我选一样 不选阿弥陀佛的愿 我不选释迦摩尼佛的愿 那你也成就不了佛道 他说一切诸佛的本愿 你都要圆满 也要同行同愿的去发 所以这样的所有的愿 如是所发一切四愿 所以圆满修行所成功德 所以能够具足 所以我们发的愿 然后去实践 就能够圆满 我们要成就成佛利益众生的 所有功德 而且能够具足 所有如来的向好庄严 所以各位 一个人成佛了 他可以显现不同的佛的形象 为什么 因为为了度众生 他就会显现不一样 就像你念大悲咒 各位最好会观大悲咒的 八十四形象 一句话什么像 因为那个图都有吧 这个像代表什么法 能够怎么样利益众生 然后就不断 当然一开始不容易 那久了 你就会很熟 那时候花一点时间 但是不是你把它弄熟就好了 而是这个八十四项 是为了对峙众生的 八万四千众生 也对峙八万四千烦恼 而四线的 帮助对方的 大悲咒是为了四线这样 去帮助对方的 所以就像一个修行 一个子跟观 那这两种 我现在观想我变成药师佛 药师佛干嘛 因为我现在要去癌症医院 我要去屠杀场 我就显现我药师佛 让他们脱离癌症的痛苦 被屠杀的痛苦 引导他们得到八大菩萨的救托 然后呢 让他得到世间福报 那你要这样去观修 所以到那个地方 如何显现 那显现你要显现两种 显现的一个病人 因为看到药师佛变好 所以其他的病人 也愿意来看药师佛 你要两种显现 所以各位为什么要修空性 你到了十地菩萨就可以十方化身 可以千百亿化身 我今天 搞不好各位都是我的化现 假的 为了度一个人 我们化现一千个人帮助他 这样 那这样 大家合起来就像那个骗局 对不对 八个人弄完弄去都是他自己人 就你一个受骗 把你钱都给拐了 那你要这样显现 那为了要达到这种显现 你一定要离象 如果你还执着你的外相 个性 你就没办法显现成两个 四个六个八个 各位你要显现 你要显现 马来西亚我有一个 日本有一个 非洲有一个 地道有一个 你要有无量的显现化身 在这个世间 去做功德 就像你要请一百个职员 开一百间分公司 那这样合起来 才可以赚大钱 这三世间 站在佛教 你也应该要十方化身 这样去显现 所以我们也要 除了显现各种众生 我们具足一切如来功德 要发这个愿去成就 第二 修对峙一切善法 我们怎么样 修什么善法 可以对峙所有众生的烦恼 跟自己的烦恼 这些你都要去学 这学不是为自己 我肚子痛 所以我去学这个